我吹的这个植物呢叫野童蒿 它这个种子的传播套路呢跟蒲公英是一样 也就是每颗种子呢都会带一根毛 风一吹呢就飘了 很多竹壳植物其实都是这样操作 野童蒿呢是一种非常优质的野菜 你们可以去尝一下 据说曾经呢有一只革命队伍呢 由于没有粮食吃就是靠它冲击 所以它也叫革命菜 但是呢不要认错了哦 它开的这个花呢是头状花絮 里面的小花呢还有点偏红 而且呢喜欢往下垂 叶子呢一般会带一点缺口的分裂 野童蒿呢是一种非常好的药材 叫甲童蒿 它的价值在这个广西本草选边 南陵市药物质 很多医书里面呢都是有记载 可以在夏秋季采收全草 来尝一下 嗯 刚开始怎么有一股芳香的味道 到后面开始有点苦了 但是很轻味的苦 总体来说是比较的清香 难怪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野菜 甲童蒿酥药呢 新品 能够健脾消耸 清热解毒 比方说感冒发热 咽喉肿痛 小便不利 死少便糖呢都是非常的OK 难怪它是一种非常好好的野菜